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是个全息投影 煮咖啡做饭之类的事情 还是要男主自己动手 但无论何时 身边都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妹子陪在身边 细致周到的提供各种科学的建议 而且每天早上还叫床 不好意思是叫男主起床 替男主烧好温度适宜的洗澡水 这对于一个单身了二十多年的穷脚丝来说 咱还要啥自行车啊是吧 随着这对孤男寡女每天同居一时 两人越来越默契 逐渐擦出了友谊的火花 每天像好朋友一样谈天说地 男主也有点感觉离不开他了 这段时间男主一直在投简历 面试的循环中度过 他心气很高 投的都是大公司 但人家根本看不上他 于是小蒲帮他定制了 很好的面试回答策略 他也照着去做了 面试官的态度明显有了改观 但这些就不足以让这些大公司 冒险录用一个毫无经验的菜鸟 男主很沮丧 小蒲提醒他 咱不如退而求其次 试试中小型企业 要是时间拖得太久 怕到时就连拿到这些小公司的offer都难了 小蒲觉得对于男主这种有学历 没经验的人来说 这种小型企业可能更适合 他在那里施展拳脚 但好高物远的男主却认为 躺着我选了小企业 那我之前这个时间的坚持 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这些小公司杀个鸡 哪配用我这个牛刀啊 现在的年轻人眼高手低算是通病了 有远大的志向没错 但宇哥认为 在你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经验值时 那些能让你从中得到乐趣 学到东西 满足感的工作未尝不是个好选择呀 男主又气又脑 认为小蒲只是个机器 根本理解不了自己的心情 你又不懂我们人类的思想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 小蒲交入的反驳 我明白的 我能理解你 但气头上的男主只顾着自己撒气 自以为是的抛下一句话 你终究只是个程序 我说什么你都对答如流 小蒲低声回了一句 不是的 男主却打断说 在我面前休失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然后就回房睡觉去了 留下小蒲独自一人 在客厅里呆呆的站着 次是清晨 闹钟大作 窗帘到了时间自动打开 差点闪下男主的24K太和金眼 刚喊了一句 你在搞什么呀 可一牛脸却没看到任何印象 他再反应过来 小蒲已经被自己赶走了 男主落寞的起床 没了小蒲的提示 做饭时 甚至忘记了该放什么调料 自己烧的洗澡水 因为温度太高 还将自己烫到了 当一个人或事物 持续陪伴自己一段时间后 当他突然消失时 人类的依赖感 会不由自主的想念他 男主又开始怀念 那个温柔体贴的小蒲了 此时他又想到了 小蒲的那个建议 拿出一个小企业的面试单 填了起来 不知所料 这次果然应聘成功了 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 沏上一杯咖啡 对着空气说 谢谢你 多亏你的建议 我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端起杯子和他对碰 这时又是一阵星光闪耀 美丽的小蒲又回来了 他由衷的替男主开心 恭喜他找到了工作 激动的男主 想和他抱抱去扑了个空 唉 他忘了那只是个全息投影啊 当男主往咖啡里放糖时 小蒲又关切的提醒 放两勺糖对健康不好 那个体现的小蒲又回来了 两人对视会心一笑 这天小蒲提出了一个请求 想要男主帮自己 去家附近的凉亭 拍下樱花的样子 谁知这天雨下的很大 男主跑到凉亭时 已经淋湿了衣衫 狼狈的拍打着身上的雨水 不经意间准头 他竟然看到了真人版的小蒲 美丽 美丽也惊讶的叫出了 男主的名字雅致 可美丽是咋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原来美丽那边也有一个 雅致版的投影机器人 陪伴着他 单身的美丽同样很孤单 虽然雅致不能陪他一同进餐 但至少可以陪他说说话 而美丽也把机器人版雅致 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这天雅致关机的询问美丽 相亲聚会时遇到一种人了吗 谁知美丽当场就发飙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老娘要是遇到合适的 能这么早回家吗 接着也说了一句气话 你好烦哪 快从我眼前消失 听话的男仆雅致 遵从命令消失了 在失去雅致的这段时间里 美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任性 面对空荡荡的房子时 想起了雅致之前 对自己的种种好 雅致感受到了他的思念 重新回到了美丽的身边 开心的美丽对他说 永远陪在我身边吧 哎呀 这天清晨 雅致建议美丽去外边走走 赏一下美丽的樱花 于是在机器人的撮合下 两人就这样相识并相知了 结果美丽递出的手卷时 肌肤间的触碰 让两个孤独的心灵 第一次体验到了真实的温暖 终于不再是冷冰冰 看得见摸不着的投影了 就这样 两个人一起来到咖啡厅约会 像是横躁以前就认识一样 有种彼此十分熟悉的感觉 雅致递上了冲好的咖啡 美丽说自己的职业是保育员 平时总伺候别人了 一直希望有人也能这样照顾自己 雅致说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为你冲咖啡 当雅致打算放第二勺糖时 美丽竟然也像小仆一样提醒雅致 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哟 男主意识到 原来家中的那个机器人被录入的 就是他俩真实的性格等信息 他再次被美丽那温柔体贴的气质 深深的吸引了 而美丽也对这位曾经朝夕相处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男人心动不已 从此两人赘出了爱河 既然成功脱单 男主也要搬出单身公寓了 临走前他问小仆 这个单身公寓 其实政府为了应对人口减少 而做的相亲系统吧 把两个性格合适 预估婚后能长久的单身男女 通过网络连接起来 毕竟像美丽这样的人 可能我俩生活中根本就不会有交集 小仆没说话 没关系 不管通过什么契机 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工作也多亏了你的帮忙 虽然我的工资不高 但我和美丽工资加在一起 共同分担家务的话 相信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 我对你只有感谢之情 现在插播你的广告 交我机器人帮你找到最适合的他 有一辙请连续与哥付定金预留空位 数量有限 预购从速哦 再见 说完男主恩下付卫件关停了系统 虽然是机器人 但我相信这时的小仆也是有感情的 他泪水连连的说 雅致大人 祝您永远幸福 男主回复道 真的很感谢你 小仆永远的消失了 雅致走出门后 门自动上了锁 不知道谁将会是下一对 体验这段温馨奇妙旅程的人呢 这集世界奇妙物语超级温馨 和黑镜的感觉很像 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感情 今天与哥不想过多探讨 我很喜欢这集 虽然这个故事有点过于理想化 现实中大概不会这么顺利 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确实很快 很多人或许是职业的缘故 要么太忙 要么根本就没什么机会接触异性 这婚姻大事自然也就耽搁了 现在还没有这种高科技 那终身大事该怎么解决呢 宇哥觉得 你的爱人不可能凭空出现在你面前 与其每天在家中 羡慕别人的浪漫邂逅 都不如自己勇敢主动的迈出第一步 对你喜欢的人表个白 试试些 什么 你说你天天宅在家里 还没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呢 那他们还有我说嘛 出去多走走啊 丰富一下自己的易于生活 什么爬山旅游狼人杀呀 就算去公园转转 说不定也能有惊喜吧 背不住短脚就能遇上爱呢 不然你的单身狗生涯 啥时候才能结束啊 好了 不说废话了 这事谁急谁直到 我是宇哥 咱们下次见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